高官移民到这里来 那他们是不是贪污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带很多钱来 每一个的案子也不太一样 最重要就是说 因为将来 因为中国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了 将来必须要面对这些个案的现实 就是不应该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政治化 那么这个是纯粹司法的问题 我想将来中美互助合作 就像现在台美这个有签署 这个司法互助合作的条约 将来一定要做的 这样子对中国其实是很好很好的 而且事实上以中国领导人 现在的作法 积极作为的话 应该赶快签署这个条约 让贪官污吏的将来享受的天堂会减少 因为美国其实是愿意做这个事情 但是最重要是他没有证据 有些东西 有些事实是需要有主权 有政府去拿到才有公信力的 要不然你是自己找到的权利 你到这里来没办法当作证据 那这起诉也没有用 起诉也有法官不能采信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判刑 所以很多时候是要根据法律的一个程序 取得这些东西才可以 好的谢谢蔡会长 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福建的庄先生 打回来了 福建的庄先生在线上了 请讲 福建的庄先生 很多人知道说陈水扁有罪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罪在哪里 其实有罪 但是罪该犯死 就是他 罪是在就职以后 开放小三通 在条件不成熟之下 开放小三通 比如说陈水扁说 用爱和希望克服了恐惧跟黑暗 中共就拉来全国各地的大批的禁止 在台包科研码头 吸引大批的 谢谢福建的庄先生 谢谢您 那我爸想把时间再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向吴汉吴教授提出 刚才综合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几位听众朋友 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 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一个案件 大家比较关注 那么也听到 从刚刚几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看法当中 听到其实有分歧的意见 一些听众朋友觉得说 好像他觉得这个扁案来讲 这个证据蛮充分的 但是也有听众朋友觉得说 其实扁案的程序不够充分 那么想请问吴教授 就是说您觉得 这个当然司法的案件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直觉来去感觉他的 那你怎么回应这样的两种不同分析的看法 贪污案基本上是很难办的 因为他需要有这个具体的证据 没有具体的证据 你只是听闻传闻 你就是知道了 你也没办法办下去 那所以在扁案的最后能够巩固了这个证据 还是靠着污点证人 比方说陈正会 这个会计 或者是估重量 或者他们愿意和盘脱出 如果假如他们都不愿意讲 这个案子基本上根本还成不了 所以大家也许认为说 贪污我知道了 那个就该办 但是很难办 因为他这个就是 那就除非你搞窝里反 就窝里反的人 去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 那才比较容易办得了 所以在这个有一些地方 比方新加坡香港 他们在处理这种 廉政的这种案件的时候 他定了一个叫做财产来源不明罪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侦查单位呢 主动碰到你有财产来源不明的时候 他就是主动侦办 那你就要提出说明 万一你说不出来 或者你没办法提出证据 他就是构成了犯罪 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 当然这个贪污的案子就比较好办 但是如果讲一般国家 对这样的财产来源不明罪 都还有迟疑的状况 所谓迟疑就是 他要做无罪推定 就是一般在这种刑事案件里面 我们都是采无罪推定原则 你不能说这个事情 你不能交代就是有罪 所以这个当然在司法上有争议 所以一般来讲 定这种阳光法案 不太容易把它入到法里面去 所以我们才看起来办贪赌案 就办得比较难 所以这样子 是 好的 谢谢吴汉吴教授 东宁 好的 那我们也想请教在 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 刚才也有很多听众观众 关心台湾打击贪腐的一些行动 像是马政府最近提出的连政署 不晓得各界的反应如何 还有您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 我想大部分来讲的话 很多国家 尤其像台湾这阵子 已经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的国家 这些划条 这些单位都有 就是说怎么样进行打击贪腐 建立连政都是有的 那么只是说执行的人 或者是说在立划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把这些人 这些单位的权力 给削减了 比如说台湾像有审计部 有这个监察院 其实都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他们本身有很多 就是说执行的过程的立划 没有很明确 比如说监察院 他可以查很多东西 可是他查了以后 他能够去惩罚的部分 却等于没有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台湾很简单的 国民党假如要做 麻药假如要做的话 在立划院修改划令 让监察院有这个权力 去处罚这些贪官污吏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不需要有一个连政署 因为你多一个单位 不见得多有用 因为台湾可以成立很多个单位 就像中国当中也成立很多单位 可能没有人相信 你就没有人相信 但是你只要真的是 这个人的确要做的时候 你只要要求他做 而且给他全力去做 他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政署 在基本上是很好的idea 但是事实上是已经有这些地方 是可以 就不需要再另外再成立一个机构 但是最主要是充实 目前的单位的权力 跟他的这个执行效果 好的 我们节目讨论时间剩下最后的三分钟 我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 尽情的再补充一些 我们还没有提到的 那尤其是像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我也想借用这最后的时间请教您 就是美中台现在看起来 三方的政府都有一些反腐畅联的动作 美国是警告这些台湾的 各界的外国贪官 杀鸡警猴 进行一些动作 那刚刚提到台湾有连政署 然后中国大陆也有这种 所谓希望副助级以上官员 能够申报财产 否则予以免职甚至他们家属都要申报财产 这样一个新的规定 那你怎么看美中台三方 在这个反贪腐上面的这些行动 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吴教授 反贪腐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全世界的一个共同议题 那么这个甚至于在联合国都定定了一个叫做 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那么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 那么尤其当这个国际性的这个犯罪组织 犯罪结构啊 在这个横行的时候啊 这种反贪腐变成了必要 要不然的话 就有很多这个贪腐的这种架构啊 会侵入到某些政权里面去 那么造成整个世界的不安定 那么所以美国我们也看得出来 从21世纪开始积极的打击 这些外国的这些贪官到美国去制裁 或者是这些组织 不光是对陈水扁 对其他的比方说拉丁美洲国家的 这些前任领导人 也都做出相关的这种这种作为 我想这个这个政策继续做下去 对于这个这个美中台所有的 这个国家呢 我想这个政治都是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好的 非常谢谢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那么最后的一分半请教在 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 那你怎么综合看这美中台三方 打击贪腐这些行动 对于遏制 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 两岸的这个贪官 有没有真的能起到一定震慑的作用 请最后一分钟发表您的看法 是 我觉得这个这一次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想陈水扁的案子 跟这个台湾的所谓政论节目 对台 对大陆最近这一阵子的这个政治情况 是很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尤其陈水扁要 美国借用陈水扁这个案子来 来警告这个 所以在中国大陆也要 香港台湾也要 这些贪官污吏 有这种想法的 就是说断了这个念吧 因为这个美国其实不是你的 你这个所谓犯罪的天堂 也不是你最后享受的天堂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假如中美之间能够在这方面 尽量合作的话 对于提升中国的形象 提升这个中国这个内政 跟这个将来的这个联政 是会有很好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早一点 能够两 我能够做的这个 把这个事情做好 能够把这个 这个签署这个协定 不要不要考虑到其他什么 共产党美国之间的斗争什么 都不要管他确定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想对中国很有帮助 我想对美国的利益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海峡论坛的信长讨论的部分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美华协会 大华府分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 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武汉吴教授 为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